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已經14年了 那在2020年的時候呢 我就成功的申請到了我在台灣的永久居留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那時候是在疫情非常嚴重的時刻 但是我拿到永久居留的時候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想要離職 我想要全新的創業 因為覺得自己還年輕 然後想要嘗試去做我一直以來很想做的事情 那我是在馬來西亞第三代華人 馬來西亞的華人其實受香港跟台灣的文化影響很深 那在馬來西亞也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有60間的這個獨立的中學是堅持用母語教學的 就從小學開始一直到中學畢業 我們都是用中文用我們的母語來上課 中學的時候其實影響我最深的兩位老師 他們也是從台灣畢業的 他們也會很常在上課的時候 分享他們在台灣大學的生活 所以慢慢開始就會覺得 對台灣的大學生活有一個憧憬 我其實算是同學裡面蠻早就是規劃 我到了高二代年其實我就蠻確定說 我想要往大眾傳播 台灣在這個領域還算是走得蠻前面的 語言也是我們熟悉的 就有一個想法就是如果有機會 我就希望可以留在台灣生活 但蠻幸運的就是畢業那一年 勞動部推出了一個新的一個評點的制度 在台灣大學畢業的學生能夠申請工作證 薪水就不會是唯一的限制 反而是多方面的評估 有沒有達到台灣需要的這些人才的標準 所以我就用這個評點制的方式 能夠申請工作證然後留在台灣 其實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這個新的制度 要怎麼去申請 我算是第一批用評點制申請成功的外籍人士 所以我妹妹的許下一個信願就覺得說 如果我申請成功的話呢 我希望我可以整理我自己的經驗 分享給有需要的人 我就開始在部落格上面分享了我自己的經驗 成立了一個Facebook的group 叫做MIT Malaysian in Taiwan 聚集了在台灣 可能在讀書或者是像我一樣在那邊工作跟生活的馬來西亞人 從找工作申請工作證 申請永久居留 一心居留 台灣這一最新的政策 我們都會分享到這個社群的理念 所以很快的社團就從二十幾個人一直成長到了五百個人 其實我滿驚訝的 因為從來沒有想過就是要經營一個社群 慢慢當社群開始成長的時候 其實就會發現那個挑戰滿大的 我覺得讓我繼續經營下去的是真的看見有一個需要 很多人真的因為在我們經營的這樣子的一個社群的裡面 他找到他要的答案 從2020年當我離職之後 我們就開始了全台灣巡迴的分享 我們就跨出了台北到台中 台南高雄 最遠我們到過屏東 然後也有外島澎湖科技大學的老師邀請我們去分享 我自己本身是練影像傳播學系的 除了文章的分享之外 其實滿多人是喜歡看影片的 所以我就開始想說 那不如來經營一個YouTube的頻道 所以我就會把社群裡面 大家很常討論很熱門的話題 用三到五分鐘的影片能夠很清楚 像說故事一樣能夠分享給社群的人 特別是我覺得在疫情期間 那因為很多學生不能夠回家 所以我們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留在台灣 然後呢也會有非常多的學生 可能因為想家 然後心情很低落的 我們希望能夠成為一個關懷的中心 能夠讓大家 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能夠找到這群學長姐 可以說說話 然後你能夠分享你自己遇到的卡關的地方 所以印象很深刻 從那時候就跳出了一個 一段聖經的經文 故事是上帝呼召亞伯蘭 要離開本地本族富家 到他所指示的一個地方 那地方叫做迦南地 我們這一群人其實 是離開了自己的家鄉 我們為了追求一個夢想 然後我們到了台灣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就取了一個名字叫做迦南計劃 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命定 不管你是留在台灣 還是你回到自己的國家工作 你都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 找到命定發揮你的價值 然後產生你的影響力 說到世界上 我們愛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六十二歲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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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馬來西亞 你什麼事 我愛馬西亞